給我送火箭,沒送 他在幹嘛 他在草裡挨揍啊 我都跟你們說了,BP我都跟你說,這弱狗一擊肯定盾草了 他還有一個補刀,小心點,一波限制了二級 很多弱狗都喜歡一擊盾草 玩盾草玩傻的 你們下次再不懂打就學我這種打法 母雞帶小雞開局 什麼叫母雞帶小雞,你就跟著小兵一起走 跟著小兵一起走 不太懂得怎麼玩上單 母雞帶小雞就是你打那種 一擊有概率盾草的英雄 你就走在近戰兵前面,快到草的時候頂個眼 把他插出來 這裏他一枚好 掛了一下 不太要緊 他還在,沒走 看到弗雷哥在下路 你不要靠近草就行,你不靠近草永遠是他虧 記住了 隨便他打 怎麼打都是他虧 三級開始 弗雷哥就很難打了 而且我跟你講,很多人被弗雷哥一波打死,就是因為你這個線你一旦過河 你一旦把E交了,他偷老你就死了 但是如果說你沒過河 你的E不亂交那就還好 隨便讓他兇了,他打不過我們 你讓他壓 看上去好像是在拉扯,其實是我在拉扯的 他自己感覺不到 看上去好像他在拉扯我,其實是我在拉扯的 像我這樣打就行 我全部技能預判到他就死 EQ也預判到了 就像我這樣打就可以了 劍魔打怒狗很簡單 所有上單最好打就是怒手 我都 我都搞不懂這英雄還有什麼難打的 當然這個是我 而且我也並不是說 我的兄弟打不過就很丟人,確實 彈幕有的時候太菜了,彈幕太菜了 可以理解 一般像你們這種彈幕都比較菜 所以你們要看我 我是高手 點個關注,送個專門 每天來看一下 每天來看一下 哭了你 取關 我在我在 啊哈哈哈哈哈哈 嗯 一個問號 居然敢罵蛋 兄弟們取關 呵呵呵呵呵 下次一定 打鬧手別急耶 他會壓你 你讓他壓你補不到刀沒關係 你把扭車今天就吃母雞帶小雞知道吧 母雞帶小雞就完事了 看他這裡他不敢拉我,他拽我他就死了 好他已經死了 他來太早了 沒事還是死 他其實不用幫 他那個血量已經死了 一套就死了 只不過他幫我的話不用開他 我們這裡 直接推吧 推了斷火線 斷線去囉 你用劍魔上一區300分每次幫武器 確實 想上分幫武器是對的 這英雄 不好殺穿 他死另一人 教你們怎麼殺這種弱手 你斷線 平A起手 走過去A他先 開大 再A再Q 不要A 再A再Q就行 A起手 你A他然後開大A兩下 鐵士別 就你把折磨者疊起來 最重要的是你的W千萬不能空 你的W不一定要拿來拽回來,你W可以幫助你的Q調整角度 其實你玩劍魔 你想要W來命中別人是 怎麼講 一個難度很高的事情 但是你用你的W逼對面走位 提升Q的命中力 你可以這麼幹 我是幹嘛那麼上頭呢 冰啊 撤冰啊 這都是錢啊 白花花的銀子 你直接走我就殺不死你 那麼想不開啊 啊壞了閃電松鼠 哈哈哈打壞人 哎呀 他沒大 閃電松鼠 哈哈哈 他們好像換線 閃電松鼠 壞的不行 閃電松鼠 閃電松鼠呢 我不太想賣多人劍 算得不賣 多人劍 賠我好久 捨不得賣 狂暴之心電腦 哈哈哈狂暴之心電腦 我被電腦殺了 打人機被殺了 哈哈哈 哈哈哈 確實啊他只能上來跟我忙啊 我看到這波他閃現 閃現多久啊 閃現是9分36 半分鐘就好了 跟我是同步 不許傷害何切 轉了一圈A 沒好了 哈哈 哈哈哈 9分36 差一點點 他其實應該早點拉我 他不該Q騎手 他開機跑AW騎手 不過他怎麼打這波都是 祢 آ 完了完了完了 又是這個破閃電松鼠 兩個打招 不是別這麼玩啊,一直在殺我幹嘛,我那麼好殺嗎,確實挺好殺 這位置有點難走,我往前走,不過如果是在這裡的話 我已經打了死,有機會呢 無情鐵神 我又砍頭了,Q閃 哇,這都能給了,哦呦值錢啦,哦呦呦 值錢了呢 哦呦呦,火焰哥還是有大的 不一定,我可以操作 可以操作一下,可以操作但是大概率還是會死 我吵值錢啦 狐狸的 狐狸的這個做法令人軟心 暖完 這下落不是說殺穿嗎 我曉得1-3,1-4,不過還行 對面點尾真的嚇人 點尾還好 我看一下這波 你說你沒事幹,幹嘛一定要來殺,你去下路打架不好 這裡基本就沒了 這線不要管 往前走 他多虧的 這塔沒有太急的推 如果沒有人能夠對你造成威脅 你斷線,不是說看到我斷線你也去學 你要自己感覺,你看 這個裝備等級,基本沒有人對你造成威脅的話你感覺 你能操作得了他們 那你就可以斷,不是說你 拿到優勢就斷著玩 這樣才能玩不太行 下落爛了 我操 把他越了 點尾 沒Q了 實在一套沒有 先破害股 幹什麼事情先破害股,這已經死了 滿血就斬殺線 我說他死他就活不了 我大部分時候我說他死了 他絕對活不了 先反野 再去補刀,因為野怪是有限制的 他刷了他等一定時間才會出來 先反而已 他的野怪全刷了 跑哪去了 我吵的破壞王爵還是600 閃現 Q 他其實直接斬,有概率能把我換掉 挖操 弱狗不行啊弱狗 打得太上頭了 怎麼那麼上頭呢 我等下出來你怎麼跟我打 不要出來我冰刀了 這把來個水晶血 好果斷的閃 肯定要閃,不閃就死了 躲他的Q 買個這個棒神神 這魔基本優勢弱守扛不住 我跟你講 你們要是不懂怎麼秒弱守 我給你們一個 說一個概念就是 你等級如果高他兩級左右 你只要第一波你QE上去把他的 骸骨打了 如果你有大獲得點燃其中任何一個技能 他沒有急跑 你基本第二波等Q,你QE上去WQ2你只要打中了開大AQ 加三段加鐵這邊加A肯定會死 就你把他那個打 隨便打 跟你前妻的話 特別容易算 這魔打弱守傷害很容易算 他不像其他英雄不好算 他的英雄比較笨 弱守這個英雄現在很極端,因為他小技能太弱了 但是又加強了大招 會導致這個英雄 要么就 雪怒把別人砍 砍一條街全砍死,要么就雪怒沒起來就死了 這樣 所以很難玩 最近在調整作型 玩 我可以說他走 走吧,後面肯定有 臭我幹,又跑去跟 跟他媽對面的ADC走一起 這皮膚越看越像奧德賽 跟奧德賽其實 差不多 其實是同一個皮膚的感覺 只不過這個皮膚件比較短 但是皮膚還算是比較好用,特別好用 還要被噴 還好 也就 狂暴執行電腦 還是去上路 沒架打 沒支援刷 去上路就有 喔不是去上 出來是死一次 閃應該好 他又是我 又是我 哇 一閃嗎 我乾 玩 AA 玩 K我一下 他閃先 哎喲喲這個閃電松鼠 哈哈哈哈 閃電松鼠 哇 這下路 難怪被打爛了 長袖加五 就長兩個翅膀而已 哇操在下路的技能 兇鼠會玩的 主要是我充塔 這塔打了威城斯 我充塔還好 建模的死亡Q是不是有build什麼死亡Q 我們好像跟他 走一起 雅莫小工具又是工具 工具是吧 不要去殺你 弱手 好吃的兵線不吃嗎 等一下 算了不等 炮車比他值錢 蹲不到他損失太大了 還差450 跑中路去 我操他打到現在三項都沒出了 他知道出三項還在出挺進 哇操 這麼狠 貓這東西確實噁心 評價一下這皮膚 還挺好用的 還挺好用的 我操一這麼快 他這凱南電耗子一挺快 還牜 負擅了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12杠,12杀,3死,3死,还行 你自己的前两天不会这么评价的,我前两天说的是这皮肤你要多玩 然后最好是手感好的时候你再用 不然这皮肤用起来有的时候 你地把上来手感不好的话会翻车的